杏鲍菇与腊肉的相爱相杀 最终谁的味道更能让人欲发不能呢 食材简单的到处可见 只要20分钟就能呈现的美味 你不想试试吗 首先杏鲍菇用手撕成条 尽量均匀些 这样统一受热 不会有糊的还有没熟的 千万别放油 小火炒出水分 这样口感干香 最重要的是更容易入味 腊肉的处理正好相反 要在水里煮一下 去到它多余的咸色味道 下面开始正式烹制 热锅凉油 腊肉小火煸出油质 直到香气充满你家的厨房 看着是不是你的口水也流出来了呢 青红椒的作用一目了然 那就是翘色 色香味俱全才会更有食欲 别忘了赶紧焖米饭去哈 杏鲍菇要后放 它的水分都已经赶饱了 剩下的就是吸收腊肉中的满满的熏肉香 最后就用蚝油 盐糖 简单调味 让几种食材水煮浇融一番 还等什么 米饭 米饭在哪 我得到你了吗 你 那就是你了吗 咱们 这样 好了 咱们 好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